防疫当前不少文创设计师动脑筋把防疫融入创意 台南文创设计师跟在地的老字号饼铺吸手 推出打小人碰饼 随饼附赠一个小小蓝白托 希望打退的不只是小人还有疫情 另外也推出瘟疫退散令 期盼疫情快快退散 手拿蓝白托打打打小人退散 台南文创设计师吸手在地老字号饼铺 推出打小人碰饼 但这次不只打小人还要打退疫情 很特别啊 就是大家防疫 虽然大家心情都不是很好 然后看到这个的话就觉得 好像蛮开心的感觉 这场瘟疫可快过去 碰饼又称香饼 吃之前要先将中间敲碎 两名文创设计师脑筋冻得快 将趣味结合传统 随饼附赠经典小小蓝白托 充满浓浓台湾味 另外也和三月份节气 精植做连结对抗疫情 加码推出瘟疫退散令 借此让防疫观念落实生活 瘟疫退散的令服呢 目前呢是只送不卖的 那我们目前呢 其实也印了三批了 然后甚至有客人买回去之后呢 他是贴在自己的汽车后面 打小人碰饼 一批只生产240个 而且只能到店购买 错过可得再等下一轮 疫情当前 大家齐心抗疫 用不同方式 立抗武汉肺炎 渡过难关 记者黄福奇台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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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